請收看維新世界 老祖先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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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微法曼七千天 福西花瓜開天門 與花載花舊工程 黃禪老祖廟至聖 一盡心發藏天際 風水旅宗教一人天 為新生教盡重弦 天下太平一萬年 陰陽日月最長生 可惜天理難分明 今有真聖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歡迎收看老祖先機 王禪老祖異經風水祖師 上通天文下之地理中通人士 變滿三千大千的民養兩界 與眾生的心靈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來到了桃園道場 接受我們訪問的就是桃園道場的主持 袁彭法師 袁彭法師 你好 阿彌陀佛 連起法師 阿彌陀佛 敬愛的信眾大德 大家好 阿彌陀佛 我是桃園道場住持袁彭 歡迎所有信眾 到維新聖教各道場來禮佛 攻佔王禪老祖中法三祖 阿彌陀佛 是啊 多麼的大愛 我們全台灣有42處的道場 有62處的教室 歡迎大家到各個道場來禮佛 來參拜我們王禪老祖師尊 我們都知道袁彭法師 也是我們中門最精進的法師之一 我現在不得了了 你不只是我們桃園道場的主持 還是我們一京風水學院的 一京風水總論的老師 甚至現在更不得了了 已經是這個博三的同學了 博士班三年級了 但是他也是我們一京大學博士班的學員 由我們的師父直接傳妙法道 所以說告訴我們 為什麼你必須要這麼樣的精進 依照書物所開示的如是我 書物開示我們每個人都要謙卑 學習也是一種謙卑 而且我們在服務也是要更謙卑 書物開示更高的話 那你凡事絕對不會順利 所以我是依照奉行 依法奉行 依照書物所開示的 我們服務一定要非常謙卑 而且凡事都要用意沾掛 是 書物開示凡事皆沾 所以只要我看房子或是看工廠 第一個我一定要先沾 這工廠它的財運及胸如何 如果有缺點我們再用易經 來把它找出問題 然後用易經再來解決 我們都依照書物所傳的妙法 依來講解 依照書物所開示的 我們要謙卑去對待這個工廠主人 因為這個工廠主人跟我們也是 素式的好緣分才會請我們去 那如果我們沒有把它處理好 第一個對我們心不安 第二個 對不起老主 對不起書物 所以我都是依照書物所傳的妙法 醫用易經沾掛 要很小心謹慎 凡事皆沾 然後才把問題解決 沒錯 我相信剛剛可以聽到我們 袁彭法師這一席話 大家都知道 每一位法師都是這麼樣的精進 而且真的就是師父來教導我們的 然後我們如是我聞的 也不思偏的 就全部傳授給我們的這些學員 或者是信眾想要加入 一起來學習的 不過我想很多人一定很想知道 因為你在我們的易經風水學院 你是我們的易經風水總論的老師 那我請問一下 這個易經風水總論 大概都是在教些什麼樣的課程 我很感謝師父 讓我到易經風水學那邊受課 因為這個工廠風水學 或是易經補掛 都有人在上課了 所以由學院幫我開一個 易經風水總論 這個其實也沒有什麼書本 那我當初想 那我就把易經跟風水結合在一起 是 凡事皆沾 是 所以我們上課 都要告訴所有的閒事同修 你住家 不管你要放水 或是你安神位 或是你神明後面的神明年 要什麼形式 都必須要易經沾掛 這樣才能夠把問題解決 是 才能夠心安 是 我們的法門是心安的法門 所以凡事皆沾 任何問題都可以用易經沾掛 是 這樣說你心裡才會安心 是 我們知道我們學習 易經風水沾溥液的話 師父常常開示我們 就是如來開口 就是我們老祖師尊在開口 所以學習易經風水 尤其是您要去為信眾服務的時候 我知道說你都是很盡責的 前面剛剛開始 好吧 你既然來問事了 有事情 求老祖的時候 一定先把他家裡的弟子 先來張掛一下 看哪個地方出的問題 是不是 對 其實我們必須要這樣 事物開始 我們還沒有看住家或工廠 事先要張掛 然後一一去正道 我們要去看之前 也要禀報老祖 請老祖來加持這一家 能夠平安 這個工廠能夠平安順利生產 這是事務所開示的 所以我們是依教奉行 所以只要我們能夠進入 維新聖教來學易經 那你一定了解我們易經風水的殊勝 在我們人生過程中 如果有學易經風水 那我們這一生能夠過得更平順 更快樂 所以歡迎各位信眾大德 一定要到維新聖教各道場 來接這個易經心法 我們大部分都是在九月份會開課 可以向各道場來詢論開課的時間 歡迎大家來學易經 學了你才知道 你才相信我所講的話真死不虛 是的 所以說我們知道 我們的元彭法師除了說是我們易經 維新聖教在我們的桃園道場的住持 他甚至服務了很多的信眾 還在易經風水學院 還要在授課的 所以說其實非常的忙碌 但是他現在也正在修了博士 已經是明道大學的博山的學生了 不過你現在正在加強的這些英文 剛剛一來的時候已經開口說英文了 這壓力都很大 為什麼 學習易經就易經風水 為什麼你要把英文學得這麼好 如是我文師傅開始 我們要以國際接軌 那國際 第一個就是語言的問題 所以師傅一直強調 我們一定要加強英文 那剛好我上明道大學 他有這個規定 必須要中簡英文 所以我每天都會 學習一個小時的英文 能夠以後外國人來 我們也可以跟他溝通 像這一次我們的2018 我們的這個Sensional Conference 也是要講英文 那外國人問我英文 我還是要學習去回答 是的 所以我們走上國際 第一個語言 必須要能夠跟外國人溝通 所以師傅所交代的 我必須要去學好英文 所以這一次國際的論壇 來了很多的新興宗教的國家 將近一百多位 可是我們知道就是說 我們有好幾位的法師也是一樣 雖然年輕的時候英文可能也不錯 可是很久的一段時間 都沒有應用的時候 大家開始又在複習 要回來的時候 大家都是卯足了勁 因為總是要把這個 易經風水的這麼樣的一個好處 跟這個智慧 要介紹給我們全世界的人 希望大家都平安 所以我有一次 剛剛好在我們的法獎師會議的時候 我就第一個就聽到我們的元鵬法師 嚇嚇給我 不得了 所以學英文跟這些外國人是溝通了 我覺得還有一個屏障 就是說譬如我們可能 我們講的是非常的正統又比較慢一點 但是他們可能年紀跟他們的國度的關係 這是他們本來的語言 可是講的時候 可能呼嚕呼嚕就帶過去了 這個天可能還很重要的 對 其實學習 任何東西都要恒心 毅力 只要我們有信心 毅力 那老祖孫都會滿我們的願 師父開市 凡事都一定要有恒心 有毅力 而且有空一定要誦經 誦經能夠開我們的智慧 而且我們學習 師父也有開市很多的開智慧 譬如說要讀詩之前 師父開市 我們一定要合掌 講練 這也是開智慧 那我們天德經也有第八天空 也是開智慧 所以只要我們上課 法師都會傳這些非常好的妙法 而且實用性 對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家庭都需要的 所以歡迎各位信眾大德 到各道場來學習《易經心法》 你就知道 維新聖教普田禪師 確實非常偉大 把這個妙法廣傳世間 讓我們能夠受益良多 如果沒有學《易經》 那我們可能很多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尤其開工廠的老闆 一定要來學《易經》 你才能夠了解 如果去規劃我們的工廠的措施 那你如果請一個員工 或是請一個主管 我們也是要用《易經》 了解這個主管 他是不是有這個能力來管理 請一個員工也一樣 我們必須要用《易經》 來了解這個 如果去管理 好的 我們能夠聘用他 重用他 是 那如果你看掛像 不好的 我們可以開導他 是 讓他能夠 這個好好的在公司 用他最好的一面 來為公司服務 是 所以師傅開示的確實是真理 我們應該感謝王產老祖 書尊還有感謝師父 諸天聖佛菩薩的這些傳法 非常受用 是 所以剛剛 袁彭法師提到這個風水的真理 說真的 不是這個人 你要怎麼去開導他 是佔大問題 其實就是風水會影響到 員工的心態 而且很多老闆當然很辛苦 因為工廠工資可能很大 可是這些員工在裡面的 搗亂也很多 搞了小圈圈的 或者是欺負老闆的也很多 這個多方面的風水 大概會出在哪個地方 出了問題 一般如果工廠 工人不團結 我們必須要了解這個工廠的風水 因為工廠風水 主委做錯了 這個員工他本來心性很好 但是到你公司之後 他心性會變成很凶惡 所以工廠的風水非常重要 是 我在初級班剛好是 九十一點開課 有一個同學來上課 是 他就請我去看他的工廠 那我一看他的工廠 完全都錯誤 是 因為他設計規劃錯誤了 整個主委的普遍都動 是 所以他跟我講 他的員工不同派系 是 而且會打架 那我去看了之後 我用一金沾掛 確實他的工廠設計規劃不對了 是 我也告訴他應該怎麼改變 當時候他沒有馬上答應要改變 是 結果他上課又過了三個月 他又請我去公司 他問我如果要改變 要我如果去改變 我告訴他像上次我已經建立他 如果去改變 把我們的主位 還有我們的神位 全部移到府邊 那移到府邊 變成整個工廠就龍邊洞 是 這樣的話員工 原來心情不好的 他可能會離開 好的會進來 他就馬上就改變 是 然後他的改變 這個辦公室他說 因為他是做店幕 所以寄的東西非常大聲 是 他必須要隔音 所以他工廠 這個設計辦公室不是很大間 是 但是他說花費大約兩百萬 然後他真的做了 是 做了之後他才發現 過了兩個月 他發現他的業績成長了四成 他這個雖然花費了兩百萬 但是在他三個月就可以 把這個多餘的賺的錢 補到這兩百萬 所以他非常高興 是 他發現確實 如我所說 如事務所開示的 工廠的風水把它調整好之後 他的員工不好的就離職了 他以前的員工 晚上要叫他加班 他不加班 沒辦法 改變之後 是 連外勞都跟其他的人一樣 還會為公司老闆 爭取這個員工來加班 他說老闆他們 這個出貨來不及了 我們應該同一協力 為老闆來貢獻 是 所以現在工廠非常和諧 而且這個改了之後 他的訂單遠遠不解 他的弟弟當外務員 以前都要陪一些老闆去打高呼球 這個做交際應酬 但是改了之後 他的弟弟完全不用出去 這些訂單自動來 要他們工廠這個加工乘坐 所以疫情風水改變了一個 工廠的工作環境 而且員工心情也改變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大家學疫情 對這個工廠或是住家或是員工 都有非常好的一面 所以大家應該來學疫情 學了之後 工廠員工或是我們住家都會改善 是 所以來學疫情 除了學疫情之外 除了學習 我們還是來接老祖的廟法 這樣子不但你的經營事業 很順利也會很成功 而且家裡平安 大大小小不用我們掛愛 這個人生活的才有意義 才有價值 不過我們知道 有些信眾其實也是很無知 因為沒有接觸到我們老祖的廟法 沒有進入到我們疫情大學來學修的時候 人家說的是什麼 他就聽進去 這邊也聽那邊也聽 頭腦裝了都是這麼多的不同的法 可是沒有一個法是對的 我聽說你在有一次 就是說去為信眾服務的時候發現說 他的神桌下面是在拜九陶宮 這個又是怎麼一回事 對 這個信眾 他以前生意做得非常好 但後來去接觸一間公廟 公廟告訴他 你要好 我幫你在你的神桌底下 安奉石頭 然後必須要擦香供養 他真的接受了 就像廟裡面的公廟的 有一些安的火爺一樣 就安在下面 但是他不知道 安了之後發生什麼問題 結果他的業績 本來做得非常好 有很多很大的這個利潤 是 安了石頭之後發現一路下滑 是 他的哥哥 失業竟然收起來 沒有辦法經營 這麼嚴重 他的失業差一點就垮掉了 是 他也找了好幾位老師去看 結果沒有辦法找出問題 那他找我去 我一用已經沾掛 我發現他的這個神桌 那個地方有問題 是 因為掛像顯示法寧 表示神明位是錯誤了 那我去看之後才發現 他的神桌底下竟然是拜石頭 是 而且還共襄 那我請示師父 師父開示 這是不可以的 我們一般住家 不能在神桌底下 用石頭來拜 是 也不能共襄 是 所以後來我請師父開示 如何來處理 那我也請這位信眾來 跟師父請法 然後師父也教他 怎麼處理 是 現在他的失業穩定下來 是 所以我們如果學易經 任何事情 可以用易經來沾掛 對或是不對 你要做之前 我們先用易經來沾掛 是 如果我們要拜石頭 都沒有關係 你沾掛 掛像 財庫很好 那你當然拜石頭 對你有用 但如果你沾掛不好 那我們絕對不要去做 是 這是我們師父所傳的 凡事皆沾 所以大家來學易經 對我們的事業 對我們的家庭 都有很大的幫助 是 所以我們師父 此常在開示就說 我們學習易經風水 妙法 國家社會見太平 這個太平 剛剛由我們 雲鵬法師提到了這個案例 你就會知道了 工廠也好 住家也好 如果說風水不對的時候 人心惶惶的 可能你從最高點的地方 就掉下來了 所以有可能 你的事業 這樣一落千丈 本來是一個大公司的老闆 有可能 你現在已經關門了 甚至有些是走路了 跑路了 這個跟風水都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要國家社會見太平 一定要我們家庭工廠所有的事情 很心安的時候 才可以達到世界太平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其實一般我們知道石頭 這個石頭在家裡 有些人就是說很喜歡 在外面剪個石頭 很像 像什麼 像什麼 剪到家裡來 如果他真的要怎麼樣安復 要特別的注意哪一些 或者是說 其實根本就不需要 去剪這些石頭回來的 食物所開示的 石頭它也有靈性 我們一般不要隨便剪 因為如果隨便剪呢 剪到有外形附在裡面的 那你請回來 你會有很多的問題出現 所以我們一般家庭 盡量不要隨便剪石頭 或是買石頭回來放 如果我們真的要買 那你必須要拿回來之前 在屋外曬太陽三天 這個雨露三天 然後請進來 我們放紅紙 或是紅布墊在底下 那石頭後面也要點一個紅點 這是輸手開示的 這樣拿進來 我們就會平安 那我們盡量家裡不要放石頭 因為我在好幾年前 也有一個信仲也一樣 他家裡不平安 那我去看他家的時候 他家的右手邊整排都是石頭 這麼多啊 他們有一個社團就是玩石頭 沒有比賽 是 他說那個比賽冠軍 但是我看那個形狀都不理想 就是去撿來的嗎 對 所以我們住家 一般盡量不要撿 隨便去撿石頭 因為撿石頭 帶回來的是煩惱 而且有時候這個 石頭裡面有附外形 那你很難去處理 家裡會亂糟糟的 所以我們你要去撿石頭 或是要做這些事情 倒不如大家 撥一點時間 每個禮拜一天的晚上 或一個時段來學藝經 那學藝經你會發現 學藝經比其他做任何行業 任何休閒事業都有效力 而且我們心會很安心 不會發生任何一個差錯 所以大家學藝經 你就能夠心安 家裡能夠平安吉祥 是的 所以我們常常在說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有太多的不可以 為什麼呢 如果你沒有學藝經 你不會懂得占卜 真的你不知道 怎麼樣去防患於未然 那如果說沒有辦法 做到這一點的話 有可能會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說學藝經 不但可以保護自己 不傷害他人 進一步還可以幫助他人 所以說身為一位法師 尤其是住持的法師 有很多都要為信眾服務的 包括我們的教室 有很多法師也是一樣 為信眾服務 應該有什麼樣的心態 這相對之間 我們有什麼心態 才可以讓大家都安心 事務所開師的 每一位來到場問事的人 就是我們多生的友緣 父母或是親朋好友 所以我們要謙卑 任何事情都一定要用一張掛 只要信眾有問題 我們凡事皆沾 每一個掛像只能沾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很多信眾來 他都有一個 他心裡都有點就是 我要問什麼事情事先寫好 然後來的時候 我會一一幫他沾掛 是 如果他有缺點 我會告訴他 應該如果改變 這樣大家能夠互相對待 我們要謙卑 才能夠讓這些信眾 心虎口無 我們用易經沾掛 掛出來我們要告訴他 如是我們 這是我們老祖書真開示 你應該怎麼去做 是 我依掛像所顯示的告訴你 這個書也很誠心地告訴我們 要對待每一位來問世的信眾 如同我們的親朋好友 如同我們的多生父母 我們必須要更謙卑 這樣才能夠圓滿 所以我依教奉行 做的都是如是我聞 依照書所傳的妙法來服務 是 我們原本法師也是第二屆的學員 目前正在我們易經大學的博士班 跟隨了師父 學習更多的妙法 所以呢 對這一星風學學 它已經是相當的在行 但是現在還是不斷地在精進 因為易經 這是浩瀚無邊的智慧 所以我們真的非常感恩老祖師尊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有機會 來學習五千年來最大的智慧 我們現在一起來攻佔王殘老祖DNV 王殘老祖太極天龍萬聖之王 故我起手鼎禮 今天我們非常的高興 就是能夠到我們的桃園道場 來訪問我們的主持 元彭法師 也祝福您感恩 謝謝你 阿彌陀佛 謝謝阿彌陀佛 同時也感謝收看老祖先機 祝福大家阿彌陀佛 謝謝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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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雙相之藏 由 Stripe 佛歌